完成讓所有市民知道了以後 再送議會審查 市政府有沒有辦有 他有辦 辦了八檔 也是從4月11號到4月22號 還會辦理完畢 到4月22號 但是4月22號就是說 今天22號到今天才會辦理完畢 根本來不及會整 在明天的程序會 這個第一點 所以既然還沒有會整完成 所以就和先全的捷運 有所相抵觸 所以就來不及送明天的程序會員會 第二點就是說一般的這個 說明會裡面 因為牽扯不是一億一千萬的規劃會 而是達到780億整個的預算 780億裡面對我們台南市 要負擔百分之48 要將近賺到四百億的五十 那台南市整個的預算 能夠未來的籌措這些支配款 是不是可行 那要做適當的評估 第三點說明 那讓全民來知道 了解整個重大建設的去向 和未來的規劃所的路線 和整個的影響 站在整個市議會和市政委 都有這個全力和醫護 告訴所有全台南市的市民 讓他們共同來參與 讓他們了解至少降低未來的抗爭 和整個未來認為呢 也不適當的聲音 可以大大的減少 那如果黃偉哲市長 你認為整個的預算規劃路線都沒有問題 你已經充分了解 而且是在避行的話 那你就打一通電話給我 那說你已經充分了解了 未來的預算 還有整個的規劃 你都已經充分了解 勢在必須 那我就馬上送回程序委員會 讓他們立即來審查交付大會 那我希望台南市政府 要能夠廣納民意 讓大眾來參與 畢竟這條經位不是小數目 台南市政府要負擔 百分之四十趴的這個日籌款 將近四百億元 這才是大問題大建設 那政治人物呢就是要負起責任 因為他要做的過程中間 我和黃市長都已經卸任了 我們都不在這裡 但是我們要負責 所以希望能夠審慎 這裡的評估 讓全台南市民 來了解 來參與 來共同 提出他們的看法 這條捷運做的才會更順暢 做的才會更符合民意 今天來再辦雙民意 就那麼急得送 有那麼急嗎 有那麼急嗎 這個只有規劃呢 那建設費用要將近八百億 還不包括未來的營運 計畫人事 整個都還沒有包括在內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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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